这是嬴政最卑微的时刻 为了留住韩非 嬴政不惜把秦国最高作战指挥部都向他开放了 承诺只要他留下要杀给杀 整个秦国我老大你老二 君臣同心 为天下之庶民开万事之态 韩非听得特别感动 然后拒绝了 只因韩国是他的家族产业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哪怕韩国再废物 韩非也不会弃他而去 他不但拒绝了嬴政频频伸出的橄榄枝 还想尽一切办法把秦国的机密往外传 甚至无限大秦首席外交家姚古 中饱私囊贪污公款 挥霍无度丢人现眼 还专门做了个PPT给秦王看 营账气够呛立马就把姚古叫回来 姚古看了半天就这么点事啊 不故意的羊毛出在羊身上吧 别国知道我贪财就愿意跟我说实话 而他们贿赂我的钱 我再拿来贿赂别国高官 姚古不用想都知道准是韩非在搞事 大王绝不可恭喜啊 眼看秦王迟迟很不下心 姚古只好自己找韩非摊牌 拆穿了他卧底的身份 那韩非肯定不承认啊 你有证据吗 没有 可公子会将证据 亲手奉到大王的案件 姚古直接告诉韩非 韩国有个内奸 还把内奸的姓名职务 以及用他灭韩的方法 全都说得清清楚楚 现在秦王马上就要行动了 这个消息传不传 你自己掂量吧 韩非可太知道这个情报的重要性了 不传韩国就得灭 可传了自己就得死 在自己和国家之间 韩非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他连夜召集所有亲信 只要有一个人冲出去 韩国就还有一线生机 然而亲信再多也逃不出 秦军部下的天罗地网 韩非也因此彻底暴露身份 被群臣联名上告 臣请大王杀之 便宜侵法处置吧 李斯熟知秦律 间谍罪可是要判车裂的 为了让老朋友少受点苦 他带着一桌韭菜和一瓶毒药 来到了秦国的大牢 却看见韩非正在奋笔疾书 他要用最后的时间记录自己毕生所学 只求能流传于世 让后人少走些弯路 李斯知道结局已定 只能忍痛把毒药倒进酒里 可眼看韩非要喝 他又不忍放手 韩非从容喝下毒酒 但到了最后一刻 却还是忍不住失声痛哭 他也分不清 那是离别留下的悲苦 还是毒药带来的痛楚 李斯紧紧拉着他的手 陪他走完最后一程 却不料韩非刚咽气 嬴政的赵命就到了 把我们已经胜了公子飞了